大家好,我是悟空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的你问我答 这期视频主要讲的是VPS搭建遇到的一些问题 之前有网友在我推出三个视频 分别是亚马逊云,谷歌云,还有微软云 这三个教学视频出了之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给我私信也好 还有在视频下方留言也好 我把这些问题都汇总了一下 然后分明别类的总结成文字 还有视频 我会在视频下方把它的问题贴出来 并且给出答案 也可以说我把它放在脸书上面都可以 这个视频主要是针对一些第一次搭建VPS的 或者是不太熟悉搭建过程的那些小白用户 有些问题其实是大家重复在提问的 我有的问题也总结在群里面 或者是谷歌云的那篇文章的下方 但是好多人都没有看到可能是 针对这些问题呢 我把它再重新总结一遍 然后希望对那些新手或者是小白用户 有一个参考 OK 那下面我就在电脑上给大家演示一遍 OK 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你为我答了 我列出一个提纲 大概有十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三种云的流量是多少 我刚才又看了一些谷歌云应该是按分钟起飞的 具体来说可以观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我刚才已经把它打开了 应该是在这里 它有一个始终免费的一个使用上限 其实呢 我们创建那个实例呢 在免费期间 也就是说第一年的时候 其实都是免费的 使用量基本都是免费的 就是它一个31天乘24小时的一个使用 实际上现在我们建的实例 其实应该是没有流量限制的 但是它有时间 时间就是期长24 就是每个月24小时 每天 就是每天24小时 就是全每个月都是满的 你可以认为就是没有流量限制 就可以这么认为 因为它是按照时间去计费的 只有你超过这些那个时长 比如说你到到期了到一年了 然后你再按照这些标准去执行 它有个上限每月30GB 对 你就姑且认为它是免费的 没有流量限制的 就可以了 具体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加募表来具体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谷歌云的 还是比较比较给力的 然后看一下亚马逊 因为亚马逊应该是大家用的第二个多的 亚马逊其实也是按照时间去收费的 还有一个时间标准 这是具体的一个每一个州的那个加募表 当然我们可能申请的大多数是这个 就是亚洲的一些实例 比如说首尔或者是东京之类的 我们是用这个 这个是免费的 然后 也是按照这个时间去收费的 时间收费怎么理解呢 比如刚才那个谷歌云那个 其实就是你有可能用的是SS这种软件 有的时候你开启 有的时候你不开启 那你用的时候它就自然就收费了 那个费用呢就从你那个赠金里面去扣 对 然后补贵云是300美元里面去扣 亚马逊我记得也是300美元 所以说大家其实在免费试用期间 不用太多的关注流量问题 因为基本上用不超 下面说这个微软云 钱量其实大家都不用过分的担心流量问题 而且我建议既然你用这个VPS了 你就应该去经常自己去结算中心去看一看 到底是剩余多少钱 你不用每天去拿个笔记本去记它多少钱 不用 真的不用 然后 重点就是说这个容易上当的 就是这个 这个微软云实际上只有750小时的 用于虚拟机的建设 就是这块 你可以看到它只有750小时 它这个750小时指的是一共750小时 那750小时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31天 31天就是一个月 所以大家不要被它那些广告所迷惑 因为它那些广告指的是它那些其余的免费产品 但是其余的免费产品我们不care 我们只care它的虚拟机是多少钱 免费时长其实只有30天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所以前面两种云申请了也就申请了 那后面这种云 我建议如果不想折腾就不要申请了 因为它真的是不划算的 OK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三种云分别用多久 刚才我已经回答了 前面两个都是一年 如果你选择最低配的话 应该都是一年左右 然后微软云是不管你什么配置 比如我我选了一特别高的配置 我每个月就要140多美元 但是一样我只能用一个月 那有的人选了12美元 其实也是只能用一个月 我也知道这个之后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就VPS到期后要不要续费 我觉得这三种云不管是哪一个 续费都不太划算 都比较贵 所以我觉得最好是在你到期的前一天 把它关闭 停止或者中止 或者删除你的VM实例 这个是比较靠谱的 虽然说官方说的是 我不用就不收费 但是实际上为了保险起见 我建议在到期之前都把它删了 那既然第三个问题回答完了 第四个问题怎么删 啊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微软那个谷歌云吧 比较常见的谷歌云 这个是我那个使用的剩余情况 我们在这里边能看到一个VM实例 对 从那个Compute Engine里面找到VM实例 这个删除非常简单 你把它勾选之后呢 你就直接在右边点击删除 就OK了 这个非常简单的 然后这个是亚马逊云 亚马逊云也是同样的 你登录这个网址之后呢 你在这里边选实例 然后当然你要选对区 因为我之前选了一个美国的 其实这是用来测试的 那你要是选择首尔 你就先在这块选择首尔 选择首尔之后呢 你这块再点实例 就有一个列表 它可能不太一样呢 有一些关键字可能不是很一样 就是 比方说这个实例状态 你可以先点停止 然后再点中止 就OK了 这就相当于删除了 每个厂家可能用的词汇不一样 但是道理都是一样的 OK这个是亚马逊云的 那接下来就看微软云 微软云也是同样的 进入这个空力面板之后呢 我们左侧选择这个虚拟机 选择虚拟机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虚拟机列表 比如我建了一个 就是这个 那现在是免费试用的阶段 我还有六天应该就过期了 那比如说 今天我要把它删掉 点停止 再删除 或者你直接点数 删除应该也会可以 也是可以的 OK这三种都就好了 这几个网址呢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你只要登录进 你就会有了 时间有限 下面说第五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好多人都问的 就是三种原因到期了 是不是能更换一张信用卡 继续耗羊毛 反正我理解啊 你那个银行的那个预留手机号 还有你这个信用卡应该是有一个绑定的关系的 所以说你虽然换了信用卡 但是另外一种信用卡也许还是用你现在这个手机号 因此呢 有可能你换了也不会成功的 另外的话 你申请的信用卡 是有你身份证信息的 你第一次注册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有这个信息了 那第二次再去申请的时候 肯定还会有这个信息 那就是重复的 谷歌肯定会认为你是同一个人 所以说这种方式肯定是不靠谱的 你可以去试 但是我不能保证成功 所以我觉得应该耗羊毛 继续耗羊毛的概率不是很低 不是很高 那我觉得如果你的谷歌云到期了 你可以选择亚马逊云 那你的亚马逊云到期了 你可以选择微软云 你就是以此类推 你可以这样去分别用分别厂家去申请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不能一个云耗羊毛到底 这是不太现实的 OK 第六个问题是最近反映的一个问题 就说VM比较慢 这个问题可能大多数都反映在宽带上面 就是家里边用的宽带 有可能是中国电信的 电信的网络最近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导致的比较慢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谷歌云最近确实 它的延迟率高了一些 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但是应该跟你代码部署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代码部署都是没有变化的 对吧 OK 然后第七个问题是一个老生长谈的问题 说我已经把所有的流程都弄完了 只差代码部署了 但是始终连不上SSA的事 然后这个问题我已经把它总结在我的文章里面了 就是在这篇谷歌云的教程里面 我已经把这个问题汇总了一下 就是这个问题二 这个问题呢 你如果提示说端口22连接不上VM 那你就直接在VPS网络防火箱规则 添加一个防火箱规则 怎么添加按照这张截图去添加 百分之百点双键就OK了 肯定就可以连上了 然后还下面继续说 说我已经把这些代码都已经部署完了 我也能成功的使用了 但是我忽然后悔了 我想修改这个端口号 或者修改密码 那你怎么办 连接上之后呢 你再定位到这个目录下 就ETC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下有一个 ShadowSec.json这个文件 你去编辑这个文件 VI就可以编辑 之前我已经教过VI 怎么去编辑 先按小I 然后再去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再把那些端口改掉 密码改掉都改好了 OK了 然后Shift冒号WQ就保存了 这样你就修改了 其实大同小异 三种云其实都可以 用这种方法去修改端口号 这是最直接的 那你如果是用逗逼 那个脚本 或者是其他脚本 已经自动化脚本 它是提供这种服务的 你就再运行一遍 就可以去修改 我这种能力比较简单一些 OK下面的问题 是 这些云 可以搭建几台 VM实力 就每一种云 其实都可以搭建多个VM实力 只不过你搭建的多 它可能消耗的就比较多 就是 比如说你搭建一个VM 花费每天一块钱 那你搭费你搭建两个 那就是每天两块钱 以此类推 对 它应该没有数量限制 但是我们一般不会搭建那么多的 对吧 够用就好了 还有几个问题 我自己加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的人会说 这个VM可不可以去实现多用户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你如果想跟朋友一起合用的话 你直接把密码和端口 IP地址就告诉别人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实现什么多用户 这里面不存在什么多用户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你有一台电脑 别人知道你的密码 别人也可以使用 就这么简单 你没有必要去在Windows上 再创建几个用户 明白了吧 OK 还有一个问题是 大家在申请的过程中 信用卡重复的扣款了 重复扣款这个问题呢 肯定是你授权失败了 你验证没通过 才会重复的扣款 那针对这个问题怎么办 你最好是去打你信用卡的客服热线 然后直接问客服 他会查到你这笔款项 到底是从哪来的 怎么扣的 如果他问你去申请网站是做什么 你就可以说是 我去搭建一个网站 我是开发人员 这都可以 你不用太小心怎么怎么样 因为这项服务 既然在中国可以使用 那就说明是合法的 所以你不用太过分的担心这件事 第十个问题 是从始至终就在问 没有信用卡怎么办 没有信用卡申请呗 还有什么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或者你去申请用其他的VPS 其他VPS 比如说是收费的 其实支持支付宝的这种 你就可以去申请 现在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不要去试图去管别人去借 或者是办一些淘宝上的一些不佛法的一些虚拟的信用卡 这样都会给你造成一些信用的损失 还有问题就是说谷歌云提示结算有问题 然后就不让我用了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他提示你有问题 他一定会有一个详情或者一些申诉的按钮 你就按流程申诉就好了 他叫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就OK了 不用去着急这件事 到底怎么去做 有什么其他的捷径 没有什么其他捷径 大家都这么过来了 还有第12个问题 有些网站可以浏览 有些网站不可以浏览 就比方说我这个YouTube可以浏览 但是Instagram是不可以浏览的 那怎么办呢 有可能是你使用的这个软件SockSource 当这种情况发生之后 你可以先试图选用全局模式 全局模式 你选了全局模式 你发现Instagram是可以访问的 OK 那就说明你的PAC规则有问题 那你就去编辑PAC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 有这样一个列表 它是一个规则 它有很多很多的 国外网站的一些列表 如果没有你那个Instagram 你就直接在这边添加就好了 按照它这个格式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就OK了 然后再保存 这个时候你再去PAC规则 你就可以使用了 再用PAC就可以了 OK 今天说了大概有十几个问题吧 但是呢 我再重新强调一下 这个关于价格这个问题 价格这个问题 我已经总结这三个网址 我希望大家去仔细看一看 就是我说的也许太快了 没有 就是那么认真仔细吧 如果你看明细的话 你就去这三个网站分别去看 它上面每一个都说的非常清楚 每个小时多少钱 每个地区多少钱 已经分析的非常清楚了 尤其是谷歌云这一块的 一些价格 包括你后续如果想使用的话 需要多少钱 你都可以看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比我说一句 或者回答一句要准确精确的多 所以呢 今天 你问我答环节就到这里 OK 刚才我已经把 网友提出一些问题 还有私信问我的一些问题 汇总起来 给大家一一解答了 当然这些问题可能 还是不能完全覆盖 你提出的一些疑问 然后如果你有新的疑问 你可以在视频底下给我留言 或者是这个视频里面 提出的一些 就是答案 可能不是十分准确的 你也可以提出来 直接在那个视频下方留言 我 我会帮忙置顶的 然后 最近问题比较多 然后新人进来也比较多 然后我希望那些 已经搭建成功的一些网友 可以帮助他们去 就是 指点一下他们吧 就是每个人都有不会的时候嘛 然后我一个人可能精力有限 然后最近工作也比较忙 然后呢 如果你会的话 你可以 就是帮我协助一下 解决一些他的基本问题吧 然后呢 其实我这个教程 每次都会更新 就是一旦有什么新问题 我都会把它 更新在视频下方 或者是那个文字版的 那个问题的下方 我希望你去多去关注这个视频教程 你能多去看官方的文档 其实 这种成熟的产品 它一定是有配套的文档的 文档里面写的是非常清楚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在视频的下方点一个赞 如果你希望持续订阅我的视频呢 希望你在右边点一个小铃铛 OK 今天就到这里 背 Sammy 幸好 的话 视频 所有 媒 cherry 走 reserva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